宋徽宗召集 并立即召集画院的画师将此景入画 画师们各尽巧思地绘制作品 但徽宗始终不满意 画师们也猜不透皇帝的心思 几日后 徽宗才指出 画师在画孔雀高材土端时 没有多留意鸟角举踏的先后 以至于画作与现实不符 画师们听完后才恍然大悟 并佩服徽宗对物像的掌握 在书法成就方面 宋徽宗独创寿金体书法 寿金体又称作寿金书 为楷书的一种 特点是笔画细寿 利落挺拔 在转折处将运转 提顿 出风等笔录痕迹都加以强化 每一笔笔迹都清晰可见 诗帖 均本上有蛛丝蓝戒格 这是写凯书事先打好的格字 凯体字形大而刚健 行笔快捷流畅 每个字大约十多公分 是徽宗现存书籍中 字体最大的作品 相较于文人书法 以藏风为上的含蓄风格 徽宗寿金书显得锋芒毕露 洒脱尽力 徽宗虽为王国君主 但在当时建立了完备的画院制度 培育艺术人才 并广收文物 汇编 宣和画谱 及宣和书谱 等书画目录 成为后世研究宣和时期 收藏的重要史料 徽宗对于艺术的追求及提倡 造就了艺术史上 最典雅璀璨的时代